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做首长级公务员由35人升至超过400人 上升超过10倍 出席论坛的港姐说 无论在数字上和职位上 都见到越来越多女性从政和参与社区事务 但有港姐承认 女性从政不是义士 期望有致从政的人士 可以游戏训练 以配合未来政制发展 而另一个港姐就说 若果雇主愿意配合 也有作鼓励青年人参与社区事务 M11 News记者张家敏报导 近年为三岁以下幼儿开设的游戏小组 开到成行成此 游戏小组只要有家长陪同幼儿上堂 就可以豁免向社会福利署 以幼儿服务中心形式注册 但部分在社区名录的游戏小组声称 幼儿可以独自上堂 未必需要家长陪同 业内人士指 那做已经违反幼儿服务条例 由浸会大学新闻系同学报导 不少的家长会为子女报导 幼儿游戏小组 即是组称的playgroup 幼儿游戏小组一般不用向政府注册 但前提是要有家长陪同幼儿上堂 根据幼儿服务条例 任何惯常地同时接收超过五个 未满三岁的儿童 以给予照顾和监管的处所 就需要注册成为幼儿中心 我们向社会福利署查询有关条例 他们也表示 如果符合以上条件 又没有家长陪同就需要注册 但我们发现坊间有些游戏小组 提供的三岁以下幼儿童课程 不用家长陪同上堂 我们查阅过社署的日间幼儿中心名单 名单上就没有以上幼儿游戏小组中心的注册 我们曾经向两间中心查询注册的问题 一间表示负责人不在 另一间的负责人 其后透过电子邮件回应说 他们以商业登记注册 并非以幼儿服务中心登记 而他们的运作是符合幼儿服务条例 至于三岁以下的幼儿学前班 为什么不用家长陪同 中心的电邮就没有解释 中心负责人又说 由于确定不了记者的身份 职员回应记者以顾客身份的查询 是以防止疑似商业间谍的方式回应 他们说有关的对话并没有效力 而目前全港只得26间幼儿中心 向写处注册 有律师认为 为免误会 游戏小组应该向家长解释清楚 我是扮认学习中心的人 我会强调是 他们单独上课 但是我不是帮你监管和照顾 如果你是一力承担 你放下你走的话 这个就是教育那里 他自己踏了一条线 如果你是这样跟家长讲 那你就会变成监管和照顾 你不是教的 在这个情况之下 你自己就是多过你的教育课程以外 承担的责任 这样你就要拿幼儿中心派 如果他纯粹说 我是教他来说 他走了 那我也没办法教 有幼儿园校长指出 如果游戏小组并非注册幼儿中心 可能会有安全问题 首先就是安全的问题 严格来说 一定是跟法例做 一定是最安全 最有保障 当然我们经常做学校的 我们会知道 任何时间 游戏小组都是在动的 除了睡觉 任何时间游戏小组一动的时候 总是有机会 或多或少 都会制造造一些 所谓跌 撞 碰 或者不小心弄傷 少少问题 那些都会 但如果在法例的保障下 有足够的人手的话 这些常见的问题 基本上是可以减到最低的 社署表示 暂时未有接获相关的投诉 如果有实质的证据 他们会展开调查 但现时不会主动 巡查全港的幼儿游戏小组 广播新闻网记者 方言未报道 本集时间又差不多 下星期再见